詞曲 李宗盛 首先,微老論的話 我是希望你們去複習這一塊 你們如果有嘗試做這個的話 但你們沒有的話,等一下我要用到 所以你們就稍微印記一下 基本上來講,一階微老的能量項 就是直接拿沒有微老的項 直接去夾那個H' 在那個作業裡頭 我那個作業不是一個Infinity Quantum Well 然後我假定它有一個 你就知道這個A到負A 它會是一個Cosine或一個Sine 都有可能Cosine或Sine Cosine就會長這樣子 然後Sine就會長這樣 但是很明顯的就是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Sine函數 跟另外一個Sine函數 它在這裡沒有任何機率播 那你這個機起來就會為0 至少這個知道 我現在只要你做到一階 如果說你今天這個是一個Sine Wave Sine Wave Sine Wave在這裡為0 然後這個Delta Function 因為它Delta Function 在機起來就很清楚 它是一個Sine的 假定是A分子π 然後前面還要再一個Normalization Factor 然後從-A-G到A 然後這個地方我再塞H'進來 就是Delta X 然後DX 所以這個就會 這個可能前面還有一個係數 我係數先不要管 所以它就會變成C1乘以Sine的 A分子π平方乘以0 這一項就等於0 所以直接就等於0 所以它的一階為老就會為0 那等一下我特別要去講這個是因為 所以我們把目前的幾種算能代的方法 現在我們要來講一下 然後它們分別的H0是誰 H'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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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第一個 Nearly Free Electron 它的H0是自由電子 H'就是它的金格結構 也就是說 我在Nearly Free Electron的時候 我先講這個 它就自由電子的Case 然後它只有在那些金格點的時候 我用微老來做 那當然你有可能需要做到1階 需要做到2階等等 但是通常來講 1階已經會告訴你 定量上 定性上來講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這個禮拜先交這個 然後下禮拜我們會交這個 這個我們不會交 這個課本沒有 但基本上來講 這兩個就夠你用 通常做到這邊的話 已經要去做Many Body 已經有點靠近Many Body 但是這個 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這兩個可以很大程度的 幫助你那個 物理上的理解 首先來講 Nearly Free Electron 那在講Nearly Free Electron之前 我們要先講 一個很重要的 Black Theory 這個你們要做 從這邊開始的東西 我覺得都有點重要 我可能會半強迫你們去做 甚至你們去抄答案來給我都沒關係 你們先抄 然後再來講 這個維基百科有 我唸完整個第七章 再去找資料的時候 我發現 維基百科真的都比較清楚 你們去看一下 維基百科 這裡這個推導 然後你們如果看不懂的話 你可以來問我 因為我在猜想 你們可能中間有一個地方 看不太懂 但我要你們看不懂之後 再來問我 因為我猜你們 Commute那邊不太熟 你們知道 Operator Commute嗎 Commute 我在猜想你們 因為它需要用到 Commute的觀念去做證明 先講結論 它就是說 Black Theory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是一個Crystal的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專解Crystal 因為我就講 固態物理就是在解 周期性的薛定格方程 而所有周期性的薛定格方程 它的解 都是所謂的Black Theory形式 那等一下我們後面的時候 會稍微講一下 他們怎麼會想得到這種東西 但這個時候大家可能需要一點印記 把它記下來 如果說它只要符合這個Crystal 這個Provity的話 那它的 Eigen Function 一定是這個形式 它的波函數一定可以寫成一個 一個U of R 乘上一個 這個有點像是一個Face項 而且這個U of R 要滿足 就是桌形性結構的這個形式 如果說你要有點就是 抽象式的物理來講就是 我們先把那個金格有沒有 我們本來應該是一個像這樣的金格 對不對 我們應該是這樣的Potential Well 我們先來簡化成 一個Dilta Fun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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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會花時間 把那個 其實你知道這已經是Croning Painting Model 我們先還不要 跳到Croning Painting Model進去 所以 假定 我們在這個地方 這個區域 我們有一個U of R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預期 在這個地方 假定這個是U of R 這個是U of R 對不對 直觀上來講的話 你會覺得 這個跟這個應該要長得一模一樣 對不對 直觀上來講 你會覺得會長得一模一樣 但實際上在物理上來講 它有Commute跟Equilibate的關係 所以它U1跟U2 它可以允許插Face 因為在物理上來講 我們Care的只有Amplitude 就是真正的物理上來講 因為我們真正要算能量 算什麼之類的等等等等 我們算Probability 對不對 我們算Probability 算機率 算能量 對不對 最後我們都是算 那個機率波的正譜 就是Amplitude 所以其實真正有Physical meaning的 會是U1R的平方 也就是說 如果說我把這個U1R 我們在這邊 乘上一個Face Equilibate 它的物理上來講 是一樣的意思 因為這個東西的Amplitude 是E 但是你會說 那如果說 你Care的只有Amplitude的話 所以我在猜想 這兩個人之間 會差一個Face 一個IK 比如說這是0 是A 所以它們兩個人會 插一個Expensual IKA 我現在沒有做推導 但是我先用定性上 告訴你說 一個概念上來講 它跟它 我預期可以插一個Expensual IKA 把它呈過來 那你就會說 老師啊 你不是說 Facebook meaning 才有關係嗎? 那你呈上去 有什麼插? 有 那個插在哪裡? 因為接下來我們這樣 一直做過去之後 我們去Match Boundary Condition 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嗎? 意思就是我們要 在這個地方 它都會有干涉 它有建設性 所以它在 整個波碍數接過去的時候 這個東西 這個像子 會決定他們之間的 建設性感染 跟破壞性感染 這個像 會有那個干涉的性質在裡頭 這是因為你有這種周期性結構 所以所有的固態物理的波 都可以拆成 你可以把這個像 有點想成是 amplitude 像 這個有點像是 face 像 所以我預期 它第一個 region 第二個 region 第三個 region 第四個 region 它都會有一個 這個amplitude 像 這個我覺得有點有趣 就是說 我不知道你們以前 在讀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去想說 那些物理學家到底怎麼 因為像你們都 可能都會覺得 很多 你們在讀課本 或什麼之類的 他告訴你的時候 有一些甚至推導 有一些推導 你就看那個推導就寫下來 你就會覺得 好像 那些物理學家也是 推推推推推 推之後才發現 不是 其實他們在推導之前的時候 就有一些感覺 覺得答案可能是怎麼樣 所以其實是 已經隱隱約約知道答案可能怎麼樣 然後才慢慢用數學去找 這個還是真的 像我的博論裡頭有一個概念 我就先猜 因為這是先看那個實驗 看看剛剛看久了 你就覺得 對 好像有那個sense 之後才去找數學 找比較嚴謹 然後再把model丟進來 之後才說得過去 那其實有時候 有沒有數學說得過去 物理上說不過去的情形 有 而且還蠻多 那就代表你的假設出錯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更麻煩 但anyway 大家就是 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有一個感覺 這個東西有點像你的ample 像 這有點像你的face像 這樣子你就會覺得說 有那個feel 等一下我們做完那個圍繞的時候 你去看這個東西怎麼做干涉 就是看那個數學室裡頭 它怎麼樣去跟下一個像 你要magic boundary condition 這個東西會 在數學室的那個干涉像裡頭 你就會更有感覺 總之block theory 這個你可以先去看一下 那個推導 它的 eigenvalue 的那個部分 其實我這個講法 就是從那個推導 你們去看 這個危機裡頭 它有用operator commute 的那個證明 你們可以也先去看 接下來我們講這個 nearly free electron 所以 nearly free electron 的時候我們就先講 這是H0 對不對 這邊就偷給你答案 這是後來 perturbation 1 那它在這個A分之π跟 負A分之π的地方 大家回想一下 我們在導金閣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做這個立體 有叫你們做那個推導 Diota K等於G 不就是我們的繞色條件嗎 Diota K等於G有印象 Diota K什麼意思 我先問你喔 假定我這裡有一個物體 入色光這裡是K K是什麼意思 波數嗎 Diota K在哪 Diota K就是我拿一個光打進去之後 它偏折後 它兩個的那個動量差 然後它如果等於一個大G 就是等於一個導金閣向量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干涉 所以你做那個生子的那個東西嘛 我們現在還沒有解 Shading Function 是Periodical boundary condition 我們是用生子的Mass Equation 先來偷想一下 我們的G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其實就會在這裡看到一個很強的 布拉格繞色對不對 從這裡到這裡 而且還有一個點就是 因為它在這裡跟這裡形成一個繞色 其實這個點跟這個點 它們在物理上是同一件事情 大家有印象 Curve的前面有一個 這個這個 第四章的figure 因為我講說 這兩個K就是插一個大G 可是它們會是同樣一件事情 因為那個金閣震動會長一樣 而且那天我們從生子那個來想 你會發現從這邊一直往那邊走 那個波是會看起來是一個前進波 然後一直走到 Zone boundary的時候 是會變成一個助波 因為它Groove velocity是0 它會變成這種震動模式 所以它在這裡跟這裡的時候 會形成助波 它是不會再往前走 所以在這裡面 它滿足一個布拉格繞色的時候 我這個預期它會變成一個助波形式 It's potential A分之正負Rx 拆成cos跟sin的形式 然後 我定義cos是正的 然後sin是負的 然後我把這個答案 這個助波有沒有 拿去用圍繞論詳 跟剛剛一開始做這個 DF的那個一樣 假定我現在那個原子的potential在這裡 因為這個DF很像是原子的potential 所以它兩個人 一個人會吃到圍繞 一個人不會吃到圍繞 所以能量就會分開 它們本來能量一樣 因為在nearly free electron的時候 那兩個波的能量本來一樣 Isprocial Iks 跟Isproic Iks 你在沒有分開來的時候 這裡跟這裡能量是一樣的 但是我現在把它做成助波的形式 一個會因為一接圍繞 被頂上去 一個會留在遠處 對嗎 所以在那裡你就會看到Band Gap 這是用nearly free electron 理解Band Gap 的一個最簡單 但是我覺得也是蠻classical的一個方式 所以你就會看到 那邊分裂開來 這裡就會產生像頂上來 當然啦 你可以每個地方都乖乖用圍繞座 你就可以得到很total的那個 但那個就會解起來很複雜 就要看你的收斂性 這邊還有特別講一個就是 它把這邊頂上去之後 這邊會形成一個 Forbidden region 就是指說 在這裡的地方 沒有那個energy的解 因為本來是continue的 現在它們分開來了 在那裡就沒有解 所以那個就是Band Gap 你們半導體的Band Gap 但其實nearly free electron沒有那麼準 但是可以稍微用這樣子去理解 那這邊有講到一個這個例子 因為我們剛剛nearly free electron只是化 我們還沒有講到density of state的問題 我們剛剛那個只是講它的能帶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能帶結構 只是房間而已 我們還沒有填particle 當然我們如果考慮一顆atom 上面有幾個電子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算出 假定那個能帶有 比較說因為N個原子有什麼 有2N個state 它有可能它每個原子只有帶一個電子 所以其實我們接下來還要看它 從下面填填電子它會填到哪 我們要看它分泌energy填到哪 就是看它的kf 那當然異維的來講 這種是異維的case 假如異維的case 它會填在這裡剛剛好 就看到的Band Gap 然後它就會變成是insulator 或者是semiconductor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物理都會發生在 那個分泌energy附近 因為它跳上去的時候 才會產生只有電子跟電動 所以通常來講就是這邊 但是如果假定你今天 我們考慮一個二維的情形 你就會知道說 實際上你的kf 有可能還沒碰到你的zone boundary 因為你free elitron model的話 你知道你的能量其實是h8平方 k平方 over 2N 對不對 那很顯然的 你在一個二維的case裡頭 corner的能量比較高 然後這個能量比這個高 所以你在填 你這個 你density 是不是在長這樣的話 你填的時候 你是從原型開始往外填 那你假定你還沒碰到zone boundary 的時候 啊很好 這個時候沒事 對不對 有趣的就是 你剛好填到這個zone boundary的時候 當然你會在這邊 你都會看到那個blog 看到那個blog 但是像這種 你填填填填填填填到這裡的時候 有沒有 這個時候 你就已經可以很明顯看得到就是 因為這是一個二維的情形 你如果要從一維來想的話 就是你要考慮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它有些會填到這裡 有些已經會跑到另外一邊去 它已經跑到那個zone boundary外頭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沒有看到那個blog 就會變成mattle 所以你要看那個kf填到哪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case 就是我的那個potential 剛剛把它變成一個plus跟一個minus 然後minus的它剛好在這個地方 它看不到energy 然後plus的那個會看到energy 所以這個就會形成那個band gap 當然你這個 你free也可以從這個 你可以這樣一直這樣子做下去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你都會看到band gap 看到band gap 看到band gap 這樣頂上去 然後這個東西 複2分之1muling跟2分之1muling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再算 給大家看 會跟大家講那個怎麼算 但原則上來講 原則上來講幾乎差不多 就跟第一階圍繞論一樣 你知道 如果把它的那個standing wave 寫出來 一加一減 然後把它做perturbation 你就會得到那個像 然後這個東西呢 我只要你們用剛剛那個圍繞的方法 把它的幽靈算出來 回家功課的這個 把幽靈算出來 知道怎麼算嗎 把幽靈算出來的這個 只要你把這個東西有沒有 帶進去做圍繞 然後算它兩個的差 剛剛那個u的x 有一個是 side plus 平方 減掉 u的x side minus 的平方 這樣答案就是 我那一題要你算的這個答案 這可以 接下來 終於我要講 croning painting model 因為其實 剛剛那個你如果算完之後 其實差不多就是 croning painting model 你已經有基本的概念了 但是我們那個 我們剛剛那個 只算了band gap 接下來我們 croning painting model 是要 教你們算 整個的答案 那 我之前 期中考前有講過 有一個 bonus 對不對 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基本上 來講 你如果會 做這個的話 並且你用 那個 Mathematica 或是MadeLab 隨便 能夠畫一個這個東西出來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算 kind of 有蠻多的 那個重要的概念在裡頭 那 我講一下 croning painting model croning painting model 其實基本上來講就是 我先有 block theory 對不對 然後 block theory 這個 這個 會滿足一個 一個 一個 還有幾個做法 這個 用block theory 變成 central equation 等一下 這個做法先從 十空間做 等一下我們會叫做 用K空間做的 這是十空間 這個十空間的做法就是 剛剛那個情形嗎 那 同樣的我這邊做 A B C D 或者是你可以做 A B A' B' 就是你做取代號 所以 我們就是用傳統的 宣利格方程式的做法 它在 0 X 到 A 之間 U 等於0 所以這裡是 它現在的 0 到 A 是 0 到 A 然後這個是 到 B 它這邊是到 負 B 這個是負 B 是這樣子 所以 我假定 這個是 Region 1 對 這裡是 Region 1 這裡是 Region 2 所以 這個地方 我的波函數寫成 A × Exposure IKS 加 B × Exposure IKS 這個 Shading 個方程式 這個列式可以 然後 這邊就寫成 兩個 Evanescence Mode 但其實你要寫 Propagating Mode 也是能做 就會插個負號 待會我們先 把它就是 Restrict 在 就是這 Evanescence Mode 上 所以其實你要解的就是 A B對 C D之間的關係是 你要解 A B C D 所以你需要幾個條件 你需要四個條件 那你需要四個條件的話 一個是 0 的 這裡一個 這裡再一個 然後 這個做法有點巧妙 因為你直接這樣寫 在負 B 跟 0 這邊 你寫成 C 成 Exposure Q S 跟Exposure 負 Q 的 那個東西的時候 所以在這邊的時候 這邊 Sign of 0 有波函數連續 跟這邊 Sign of 0 這邊有波函數連續 這邊 Sign of F 波函數連續 跟這邊 Sign of F 波函數連續 跟這邊 Sign of F 波函數連續 跟這邊 Sign of F 波函數連續 這樣子 一、二、三、四、四個條件 然後你就解四個位置出 這個是 0 的 這是連續 零的時候連續 這是微分連續 你可以看到這個 有點有趣的就是說 你如果直接把這個東西 這樣子帶下來的話 這邊就會有很像 那個 Block Theory 的那個縫 所以其實這樣子 你們就可以大概 有點感覺到 其實 Block Theory 是會有點像這樣的東西 你就會有這個 這個 Face 像跑出來 然後這一樣是 波函數連續 跟微分連續這樣子 那這四個 你去解它的 Equation 然後最後 你就可以 Reduce 成這個縫 那個寫的時候 你如果去推導的時候 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邊會有一個大 K 跟一個小 K 然後那個大 K 跟小 K 因為你其實是 你把你的那個 Sign 寫成 剛剛有那個 Block Theory 的那個關係 I K A 乘上 U of X 所以有一個 它一個大 K 跟一個小 K 有一個會是 Block Theory 的那個 Shift 的那個 K 它的有一個大 K 會是 你的那個 G 對 這樣大家可以知道這邊 這個地方 那最後你解出來的時候 你會得到說 你右邊是一個 Cosine K A 那你要讓它要有解 因為你現在 這是要滿足這個大 K 跟 K 剛好要有一個關係 左四要跟右四要相交 要得到解 而你把右邊的那個 有沒有寫成 像這樣的形式 你把右邊的那個 寫起來 畫起來 然後你的 Cosine K 會只有在一到負一之間 然後這樣子畫過去的時候 所以 這邊跟這邊是有解的 然後這邊跟這邊都沒有解 所以那個小 K 小 K 是 Crystal Momentum 所以 我們回到這個 Free Elegial Model的時候 有沒有 小 K 是這邊 小 K 是 always 在這邊 從 負 A 分之拍 跑到 A 分之拍之後 又從負 A 分之拍 跑到 A 分之拍 因為 我們剛剛講的嘛 它可以這樣一直接過去接過去之後 小 K 跑到這邊的時候 它就會再回來 再這樣跑過去再回來 跑過去再回來 跑過去再回來 然後那個大 K 才會是跟你的能量有關 你看一下 這邊的 Define 大 K 是等於你的 2 N 1 除以 HR 平方 然後再開根號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的大 K 就是 等同於是你的能量 也就是說 你的小 K 從這裡跑到這裡 從這裡跑到這裡 但是 你的大 K 在這裡 你的大 K 你滿足你的大 K 你這樣畫過來 就會得到你自己的能量的答案 小 K 就是從這裡到這裡 所以你這樣子 畫過去的時候 你這裡是不會有解的 你的大 K 這裡不會有解 你的大 K 這裡也不會有解 你的大 K 這裡也不會有解 你的大 K 這裡也不會有解 所以這個能量 這個的 X 這個 K 的 X 就是你的 Band Gap 所以這個優點 你要把它這樣子導過來看 所以你的第一個 你這個解出來之後 你的第一個能量 能帶會在這邊 然後這邊變 Band Gap 然後再過來 所以這個東西跟剛剛那個東西 我在畫 Dispulsion Relation 的時候 這個方向反而是你的那個 K 所以這樣子在導過來的時候 會這樣上去上去上去 但是你會說 那這邊看起來 它的那個圍林的地方 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Model 它比較能夠適用的 就是在 Band Gap 附近 因為我 Neon Leaf Free Electro Model 我要能夠 Walk 它就必須要先 它要先滿足是 H0 我的意思說它整個 Hemitonia 上 它的那個電子在裡頭走 它要是 H0 然後看到比較弱的那個 Potential 所以會像是自由電子在跑的 一定都是在所謂的 分泌 Level 附近 所以那個靜置有電子模型的話 它對於靠近那個 Zone Bounder 底下的地方 就沒有那麼好 但是反正我們不 care 因為我們現在要 我們現在比較關心的 就是在 Band Gap 附近 所以 Neon Leaf Free Electro 比較好的就是 對於 Band Gap 附近做展開 這樣可以齁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地方 它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個地方它就沒有跑到零上 這樣可以嗎 就是這張圖你會把它這樣轉過來 所以你才會看到 那接下來我們講 Central Equation Central Equation 這邊就更直接就想說 我們剛剛那個做法是對於 Real Space 解的 我們剛剛那個做法是對 Real Space 解的 然後 U of X 寫成複列轉換 所以它會是 Dimension 一個 G 然後 Sine 的部分 有沒有電子的波函數 也寫成複列轉換 就是 C of K 乘以 Sponential IKS 然後你最後把這兩個東西 拿去帶進去做 Sheddinger 方程式 然後最後 Reduce 成 我們現在就可以把 X 項有沒有 全部都消掉 最後只剩下 K 的項 那就是這個形式 那這個形式可以去看課本 這個課本我覺得寫的還算蠻清楚 但是這個東西你帶進來之後 你去看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有點有趣的是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想成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就想成是 它在 所以這個東西我要算 C of K 的時候 有沒有 我要算 C of K 的時候 它是會跟其他的 插一個 G 的地方 它都會偶合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 Central Equation 你可以怎麼理解呢 就是那個電子本身 然後它的 Perturbation 就是它受到了 它看到那個金隔像 也就是說它就是 跟不停的 就是跟插一個大 G 的那個像 做各種各種的疊加 再繞射 就是不停的繞射過去再回來 繞射過去再回來 繞射過去再回來 再繞射過去再回來 最後它的那個能帶就形成形變 然後最後會去影響你的最後的 Total N 這個 Lambda K 是 H8 平方 K 平方 O2 N 這個是 Unperturb 就是沒有圍繞的 這是 Free Electric 就是如果說假定 你今天沒有這個像的話 我的能量是不是就變成 Lambda K 我沒有後面那個像 能量就變成 Lambda K 然後現在就是 我的電子在裡頭 不斷的形成 Bounce 形成 Spine 這種布拉格波這樣不停的繞射 所以最後這個能量 就會跟這個 Lambda K 有一個 Shift 的差 這個東西你當然可以先 我們先從這個來講 假定我這個 U G 我這個 U G 已經就 假設了就是它上下差 就是它只跟最近的那個人 有布拉格繞射 差兩個 G 的我都先幹掉 那我是就可以寫成這個矩陣 我就可以寫成這種矩陣的形式 當然這個三分全 G 你是要上到無窮大 可是我可以先做一個 Trunk Care 反正我比較 Care 的只是這個項而已 所以我可以先寫成這樣的矩陣 然後去寫這個矩陣的 equation 因為我只要這個東西 在寫成對角化之後 就可以得到那個答案 但是其實寫得更短的有沒有 有一個寫得更脫爛的做法 假定我只取這一塊 我只取一個 2 乘2 的像來做 我如果取這個 2 乘2 的像來做 的話你答案就會回到 幾乎就是像這樣的形式 你們在做生子那個時候 做生子那個 Determine equation 它不是 2 乘2 那這個 U 0 其實就是它的交叉項 U 0 你記得 Phono 那個 equation 的時候 這就是它的交叉項 所以寫成這種矩陣形式的時候 寫成這種矩陣形式的時候 其實也會告訴你 其實你的 U 就是造成你干涉的能量項 然後那個東西就形成你的 Band Gap 我們現在回到這邊的時候 大家也記得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不是有給你們那個作業 就是大家剛來的時候 第一堂課的時候就小考 我不是有考一題負列轉換嗎 我有考一題負列轉換對不對 我是考那個方波的負列轉換 所以你把方波的負列轉換 所以你把方波的負列轉換 拿來帶進去算它的 U G 因為你看最近有那個方波的負列轉換 它是可以 那個方波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那個答案 這個方波是可以寫成 Sine 前面那個係數我留忘記 好 先寫這樣 Sine X 加 Sine 2X 加 Sine 3X 然後這個是 C 2 C 3 然後這個 C 1 C 2 C 3 其實就是我這裡的 U G 而且有沒有印象 越高的 Turn 就會越少 你要有沒有印象那個答案 它的那個 Turn 越高頻的 Turn 那個相似就越小 所以我是要跟你講就是說 在這邊這個 Truncate 這個 Truncate 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說你要真的把它帶進來的話 這裡就是 U 1 U 2 U 1 U 2 U 1 U 1 這樣一直下去 這樣可以 課本這邊它做完這個 Central Equation 之後 它又利用這個 Central Equation 然後就去再做一次 Corning Painting Model 但是它現在課本 你去看課本裡頭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課本 這邊東西其實有點多 大家看一下課本174頁 從 Equation 33 開始 先跟大家講它 Equation 33 到 34 的時候 你如果去做 U G 的推導 你看 Equation 34 然後它 U of X 的時候 U of X 要帶 A 乘 A 乘 A 乘 S 然後這個帶進來之後 它說這個東西會變成 但它接下來寫到 A A 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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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這個有點問題 這個地方它 課本這個 Normalization 有問題 所以為了這個 我自己去跑 Mathematica 因為其實你要做 Corning Painting Model 的話 現在的問題是 我這個方波要轉 我這個方波要做負列轉換 這個大家知道 我們一開始就做過了 對不對 可是比較麻煩的是那個 Delta 波做負列轉換 我昨天也有去查了一下 或什麼之類的 資訊有一點點少 不過後來發現其實維基百科有 你可以去查 等一下你們去查維基百科的這個地方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其實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Case 我們現在要講那個 Fund Board的 Case 方波的 Case 的時候 假定這個是 F of x 等於 C 1 sin x 加 C 2 sin 2 x 一直這樣下去 對不對 加 C 3 sin 3 x 那我們通常以方波的來講 它會 C 1 大於 C 2 大於 C 3 那你會這樣遞減下去 但你如果把這個東西 有沒有 越來越小越來越小 它變成一個 Delta Wave 這個時候 C 1 會 約略等於 C 2 會約略等於 C 3 也就是說其實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把它 Reduce 成一個 這樣的 Delta 波 是因為它是一個 Limit Case 我們現在有兩個 Limit Case 對不對 一個是我們講的這個 然後我們很快的就把它 Doping 給幹掉 然後那個 Case 這個 Delta Board的 Case 是全部都一樣 所以其實你去做一個上 有沒有 我是直接把它那個地方做上起來 有沒有 結果它一直上起來一直上起來 最後它的答案就會越來越集中 對吧 你從這個直觀的角度講 C 1 C 2 C 3 都取一樣的時候 其實這個點就會被一支 Intense 上去 然後最後它就會看起來像是 一個所謂的 它維基有寫的叫做什麼 Dirac Comb 或什麼 就是迪拉克數值或什麼 但它最後的 Limit Case 就是那種寫成 全部都一樣的 Form 實際上有沒有這種 Case 我不曉得 我覺得因為應該是那個時候的 那個數學家 他們各種就是 物理學家或什麼之類的 那時候他們沒有像我們 有這種軟體很方便 這個紙都會帶得很痛苦 所以要嘛你就喘K掉 算個幾個項喘K掉 另外一個就是它會有點有趣說 那我想要算 Limit Case 就會把它全部都相等 看全部相等有沒有辦法做 所以這個是屬於 另外一個變成 Delta Web 就是全部都相等的那個 Case 那我是直接用 因為我怕你們就是沒有 View 所以其實課本的這個地方 連課本的這個地方 它是自己寫的有點糟糕 就是33次一直到34次 因為我發現課本到這邊的推導 已經有點筆細了 所以 然後它還是要告訴你在這個 在這個情形之下 這是 Delta 的時候 所以 UG 會等於 A 到這裡可以齁 課本就是 那個34次就是 那個34次就是 它做複利的轉換 然後就告訴你 UG 等於 A 但是其實 這個地方你們可以去 等一下你們 等一下我會給你們危機 你們可以去看危機 危機有比較好的推導 因為這個課本這邊的 Normalization 看起來怪怪的 你們去看危機 那接下來你看 因為剛剛那個是 剛剛那個是長K掉的嘛 對不對 它會越來越小 我們是取最近的這個情形 但是在我們剛剛講的這種 這種 case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上到一個無窮檔 這個 你們看一下課本 課本從34、35之後 最後 從這個 Central Equation 它可以又寫回剛剛那個 剛剛這個是用複利的空間做的嘛 對不對 它最後會寫回那個 這個類似剛剛 Cronin Painting Model的時候 這個時空間的答案 最後會證明就是 你從 Real Space 跟 K Space 的答案會一樣 但是它 你們在做的時候 會有幾個小地方 你們要小心 它第一個有寫的時候 是 Equation 36 要跳到 Equation 39 的地方 課本這邊用了一個 Trick 因為其實你看這個 Central Equation 的地方 你看這個 Central Equation 的地方 我要寫的 E 就在這邊嘛 對不對 所以它差不多就是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東西 這個項移過來 然後這個把它除過來 那要幹嘛呢 它會有一個 CK 跟這個 Sound CK 這個關係 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一個 CK 這邊有一個 Sound CK 然後這個我們很難做 對吧 我們要解這個 Equation 的時候 其實最痛苦的就是那個 Sound 對不對 我們要想辦法把那個 Sound 消掉 所以 假定這個 Sound 完之後 這個 N 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也會是一個 FK 的關係 然後它把它 這樣子寫過來的時候 然後這邊再做一個 Sound 這邊我先做一個 先做這個 Shift 先把這邊做一個 Shift 然後 FK FK 如果做完一個 減 2 Pi N A 的這個關係的時候 課本這邊有講 課本這邊有講 這 FK 如果這邊減一個 2 Pi N 除以 A 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一個全上 你懂什麼 等於說 我從 0 開始上 跟從 1 開始上 跟從 2 開始上 跟從 2 開始上 那個 FK 是已經被上完之後的事情 所以它被上完之後 它就會是 我們剛剛講那個 Black Theory 你如果做完全上之後 前面的 Face 就會被消掉 因為你如果做完那個全上 你是會被 Cancel 的 對不對 你的 Face 是會被 正負 正負 之後 全部都 Cancel 掉 你會只剩下 U 這個像 所以這個 FK 如果剪一個 2 Pi N A 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這個 Phone 是不動的 所以有這個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在這邊做上之後 這一項就可以跟這一項消掉 它這邊用了一個 Trick 但實際上來講 它這個 Trick 其實就等於 就是它把那個波跟所有人都做 FLAG 繞設 對不對 因為其實做上 N 這件事情 就是把它跟其他原子的波全部加起來 所以其實 所以你們看數學士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沒有這種感覺 其實我有時候就比較想跟你 我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老師你幹嘛看那麼久 你就直接跟他講過去 可是實際上那個數學士的 E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是比較有趣的點是這個 所以你如果知道說 在這裡做一個全上這件事情 全上之後 這個東西跟這個消掉 它其實就是在做什麼 它就是在做 FLAG 繞設 那我剛剛也前面就講了 就是我要得到它的能帶 我們現在是 Nearly Free Election Model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讓那個電子 去跟別人做干涉 在我們要電子做完 FLAG 繞設之後 所以電子做完 FLAG 繞設的意思 就是電子看到經格 所以電子看到經格 所以電子看到經格 形成能帶 所以那個幾乎會就做這個上 上完之後消掉 那你就會得到 FLAG 繞設的 你就會得到 上完之後消掉 消掉消掉之後 這個再把它 這個東西再把它導過來 有沒有 這個東西再把它導過來 最後就會得到這裡有一個上 所以你就會得到 Equation 39 4 然後 Equation 39 4 44 的時候 到 41 4 這邊它有說 它做了一個這個 Cotangent 因為這個東西它會做 一加一減的這件事情 然後把它做Cotangent 這邊課本有講說 這邊有一個 FLAG 這個數學的計算 你們去查 維基百科會有 它的推討舒服多了對不對 它的推討舒服多了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它剛剛課本講的那個 Partition 就是這邊 就是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課本的那個 Partition 它有一個講說 然後變成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然後 主要是這個項很麻煩 那個項有點麻煩 它是一個 我把這個定義為 定義為是一個 Alpha 就變成 Alpha 平方 減掉 K 加 K 的平方 然後就會變成 相加再相減 這個你們可能比較 不太熟的地方是 這個要拆成 這個項你要拆成 一加一減 在這邊 這個項要拆成 一加一減 這個 這個數學技巧 你們高中有沒有做過 應該是這樣的 對不對 像這種 S 減一乘 S 加一的東西 都可以拆成 它們之間的 Part 這個 可以 所以 它只是把 這個地方 要拆成兩個根 那你的上面的地方 你可能要再去檢查一下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常數掉出來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把它 跟 Contention 寫在一起 然後就回到 課本的那個式子 因為你知道 那個 這邊有點頭痛 就是 課本的符號 跟維基的符號 不統一 所以你們選一個 然後把這個地方寫好 然後 你們這樣看 你們可能都會選 維基的符號 不過你們知道 大概怎麼做 對 所以 你們這樣子 就可以用 Central Equation 到這邊的話 你們就是可以用 我們剛剛是 整堂課講了兩個方法 一個是 我是真的去解那個 十空間 直接對 ABCD去對 另外一個就是 從 Central Equation 做 Fourier轉換 然後就推過來 最後這兩個答案 就會一樣 我們再講一下 Chorning Painting Model 好 我們再把 十空間的那個 講一遍 所以我們就是要解 這個薛定格方程嘛 對不對 然後 U就是我們的 Puridic Boundary Condition 然後 我們用 Square Well 去解它 然後 並且我們可以 Define 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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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個 大家還好 對不對 那 關鍵是 Equation 16的時候 這邊就要放 Bug Theory把它移過來 因為你要 你要 Match Boundary Condition 你要 Match Boundary Condition 零這邊有一個 Boundary Condition 這邊有一個 Boundary Condition 那你假設 第一區 第二區 這裡可以接 可是這一區到 這一區 這一區 要到這一區 你要把這個 Shift的過來 你要把這個 這個概念 有點微妙 跟之前 你們有做 Puridic Boundary Condition 很像 反正 我走 到某一個 程度的時候 我就猜 這裡會有一個 Face長 也就是說 這邊 所以你就要小心 你看 這邊有一個 大K 而這個大K 在這裡直接寫 所以這個大K 會直接等於能量 這邊你可能要 小心這個記號 因為現在這個大K 直接就是 正比於你的E 它是這樣的想法 那我剛剛有點講錯 那個小K 是你Block Theory Shift 的那個值 大K 是你直接 正比你的波數 這邊你可以看 這邊是 因為我直接 假設它 特別是IKS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K 這個K 就直接正比一 那這個Q 是V-E 對不對 所以 它這邊會有兩個 跟能量有關的波數 然後 然後 這裡 用 Black Theory 做一個Shift 所以 那個小K 你可以想成是 它在那個Lattest裡頭的 那個Shift 它就是 如果說你回歸到 你可以就想說 這是 我波從這裡 走到這裡 有沒有 它有一個Face的X 然後那個就是小K 對吧 那個就是小K 所以 我波環數從這裡 走到這裡 所以 那個小K 有可能是 後面這個 也有可能是這個 然後 這邊 又 有再 跟你補充一下 實際上 如果說你用 Puridical Bounded Condition 來 Allow的話 其實實際上 它 我們剛剛講的 它可以允許的那個點 有沒有 我們在上那個Density of Stay 大家有沒有那個概念 雖然說我們圖長這樣 對不對 我們現在都畫這樣 可是 我們那時候在上 Puridical Bounded Condition 的時候Density of Stay 實際上 它是像這樣子 Discreet 實際上 它是這樣Discreet 然後 這個Case 就是指說 假定它 整個總長度 我有20個 Atom的話 假定是從 A分之π 到 A分之π之間 在一個 第一不理院區 其實你只有 Allow 20個點而已 就取決於整個 那個Bug的大小 對不對 你那個Bug 你的原子 那通常來講 你實際的Case都是 會很密的 會接近是連續的 但實際上 你還是這樣 一點一點一點 所以 你可以想成 那個Expercial IK 那個Blog 那個Blog Theory 它是有點 給你的那個Face Shift 它從這裡 到下一個原子的時候 它有一個Face Shift 所以 實際上 那個小K的物理意義 它是Blog 它是從第一個Atom 到下一個Atom 對不對 它是從第一個Atom 下一個Atom 所以那個代表的是 Blog到S 然後它的大K 是代表電子的 真的無子波 是代表電子 它所帶的那個能量 最後解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要解一個K-E關係圖 所以 E放一邊 K放一邊 就是你的K-E關係圖 這解到後來 在整理之後 跟E有關的是 大K放這邊 然後小K是 電子在金格裡面看到的 那個K空間 那個小K是 K空間的答案 所以 是cosKa 主要是 就寫成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把U寫成 G of 1 寫成 cosKa 對吧 所以這張圖 上面的那張圖 就是 K 是不是就等於 A分之1 A分之1 Arccos 的 G of 1 然後 這樣就得到你的 Dispersion Relation 因為有這個 Arccos的關係 G of 1 要在Arccos裡頭 有解 然後這張圖的話 你們把課本上面 那個E有沒有 小Epsilon 有沒有把它改掉 你們把它寫成 G of 1 它實際上 它不是能量 它是g of 1 它是真的能量 所以它必須要滿足這個東西 要在這裡頭有解 對,要在這裡頭有解 所以這個是ka 然後在這個整個畫出來之後 只要大於1跟小於1的地方 我都要幹掉 所以在大於1跟小於1的地方 都會形成band gap 所以到這邊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 你知道 exactly 你就可以 那這樣你知道 其實我剛剛這邊就有一個 hint 了 就是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邊是用 block theory 解的 對不對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 如果說我們剛剛那個東西有沒有 我不要用 block theory 解 你們有沒有學過光子晶體 A1 B1 A2 B2 A3 B3 這樣一直做下去 然後 如果說假定這邊有20個的話 你是不是就會變成是一個 20乘20的矩陣 那你20乘20的矩陣 你去把 eigenvalue 全部解出來 然後打plot 你就會變成這樣一個點一個點 那你就會看到那個線 然後你可以試試看做 20 30 40 那當然你會說 你會說這個要做到20 你不是寫到很痛苦嗎 那這個地方可以用 跟光子晶體一樣的處理 就是用所謂的 transform matrix 那下禮拜我順便講 transform matrix 接下來這個我們之前 那個 Phono 我們都有做過嘛 對不對 雖然說你在沒有圍繞的時候 你會這樣一直出去 一直出去 一直出去 可是這個我那個時候 我們有做 three atoms的時候有點像 它這個東西可以再接過來接過來 最後會變成一個 所以它有三種記號的方式 一個叫 Extended Zone 一個叫 Reduced Zone 一個叫 Periodic Zone 那這個有三種 這個形式 那因為寫這個東西是為了什麼呢 這是為了等一下 將來我們要做這種 我們剛剛是義維的 nearly free electron 現在我們講三維的 那三維的時候呢 它的 Free Relational Model 是長 Ks 平方 Ky 平方 Kz 平方 那樣的形式 然後三維 而且我們現在考慮 Square Latest 我們考慮Square Latest 的形式的時候 然後它的那個Square Latest 它是不是會有三個 G S G Y G E 然後 G E 會有一個 H K L 這樣的關係式 它現在寫這個東西 意思就是指 你三維的話 你沒有辦法 你現在很難說 你現在來這樣子做這個想像 假定我現在二乘二好了 我從這裡這樣子往這邊走 我會看到一個 K E 關係圖 但是如果我是這樣子走 我是往這個方向走 往這個方向走的時候 然後那個 Dispersion Relation 其實就跟這條線的時候不一樣 所以它在這裡的時候 它取參數式 往這個方向的時候是 T 0 0 來往這個方向是什麼 T t 0 0 現在都沒有利 這是 T 0 0 往這個方向是 T 0 現在這邊寫參數式 這個資金是 T 0 0 這邊是 T 0 0 然後我都只能用一個 T 0 0 所以你在這邊的時候 這個符號你可能有點 confused 你說這邊在幹嘛 有沒有 這邊是講這個KS 實際上這個KS你可以把它想成剛剛的T 對,它這邊已經先講了 我現在都沿著100的方向 然後它這個展開來之後 它會有一個這個GX的像 有點像是那個Subband Button 然後這個地方 GX1100的時候 它會加在這邊 所以這一條1100是 綠色的是這一條 因為綠色的話它的那個Subband Button 會在-25分之一的時候才是最小子 所以這個是綠色的 然後綠色的有兩條 一個是100 這是-100 但是實際上這個把它接過來 有沒有 這個把它如果接過來的話 是不是它就會形成是一個一樣 這個如果把它接過來的時候 是在這裡看到一個nearly free electron 對不對 它只是這個地方被shift到這裡 然後再把它卡到reduce zone再接過來 這張圖你們知道在講什麼嗎 這個是在講那種三維的情形 所以三維的情形它會根據它走 它會根據那個G的時候 它會形成這樣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那樣的band一直上去 它不會那麼單純 然後這個case的時候 三維的地方 它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叫做empathy lattice approximation 那接下來的課本呢 這邊empathy lattice 它在nearly zone bounded的地方 對這是我剛剛講的 它就把它reduce到一個2乘2 所以這個地方就跟我們 最呼應到我們這堂課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用cosine 跟sinine 來做這個問題 最後變成一個2乘2的時候 最後化檢成 就是這個大家 在fono的地方 大家都有做過這個case 對不對 所以 它的那個 最後你會得到一個這樣的關係 Landa-1的平方等於u平方 那就會剛好你這個off diagonal turn 就是一個 這個off diagonal turn 就是你的那個band gap 那 在後面到49是50 以4 54這邊 後面就一樣 我有回去比較了一下 英文的危機跟中文 中文就只有這麼一行 英文寫得比較仔細 而且英文的 這邊有看到一個它怎麼做 它怎麼看那個crystal 怎麼做那個圍繞 電腦的這個可以看 電腦這個動畫你可以去看 你可以看到它怎麼做 有沒有 你看到那個圖有沒有 這個圖 剛剛我有點講不太清楚的那個地方 有沒有那個圖 你可以從那個圖 就可以去看剛剛那個東西 它怎麼做 它怎麼在那個band gap的地方做interaction 你看點那個圖 你看點那個圖 它有講二維的你要extended zone跟一維的有沒有 你知道跟這邊的對照是什麼意思嗎 你再來回到最前面 所以這是一開始的嘛 一開始嘛 一開始嘛 一開始假定沒有圍繞 好 給它放 喔 它還把那個crystal拉長 對 有沒有 因為就像我那個時候 Phono那個有沒有 我只有切切切切切切切開來的時候 有沒有 你基本上你把block theory 你把那個大G導出來 然後畫好你的導空間 你就會知道 誰跟誰要block繞色 誰跟誰哪邊要形成那個能帶 因為我們回過到nearly freely 從最基本的concept嘛 對不對 最基本的concept 就是在zone boundary的地方 它會 band gap會打開 在zone boundary產生block繞色 跟別人產生繞色的時候 band gap會打開 所以 它剛剛那個危機百科的時候 剛剛你英文那個 它那個拉的時候 它也是就先沒有圍繞的嘛 沒有圍繞的話 它會是一個空 對不對 然後zone boundary把它畫下去 對 那你就知道它要怎麼 它要怎麼 像剛剛那樣這樣 要奔開來 這樣大家可以想像 所以它這個東西就是它告訴你 二維的 二維的切開來 它會怎麼跑 嘿 所以有沒有 就要覺得很幸福 因為以前課本想要做這件事情 它做不到 只有輸 對 現在這個影片幫你們做好好的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看 那今天大家回家的時候 如果 我記得三個條目 Crony Penny Model Empathy Latest Approximation Buck Theory 幾個 我剛剛講幾個 還有Nearly Pretty Little 四個 然後回家把這四個條目看完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課就講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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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